作为我国唯一的一型载人火箭 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长征二号F火箭身上有着其他火箭 所不具备的精妙设计 研制团队告诉我们 长征二号F火箭的整流罩里 藏着32把锁 整流罩是火箭包裹飞船的保护罩 火箭在大气中飞行时 它将飞船这样的乘客照在内部 保护他们不受外界气流 热噪声等环境影响 当火箭带着飞船进入太空 不再需要整流罩保护的时候 整流罩就会及时开门 让乘客能够安全到点下车 主要是为了保护咱们的有效载荷 尤其是像咱们的飞船 载人飞船 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之后 它到时候那块的大气层的比较细部 那么就没有这些 那个启动热还有大载荷了 这时候就可以泡载 如果要分离整流罩 那就要先解锁 与大多数现役运载火箭 采用的火攻品爆炸解锁方式不同 长征二号F火箭的整流罩 采取了一种机械锁式结构 来实现解锁功能 基于以上特点 这种机械锁式结构 非常适配载人航天的特点 两片整流罩内分别布置了16把锁 整流罩在分离的时候 这32把锁可以在0.1秒内同时解锁 保证整流罩顺利分离 这种机械锅